大家好 我是善桂 歡迎來到素食好主意 這些是剛剛出爐的核桃 這些是椰棗 在重慶大廈買的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去重慶大廈買的影片 這些是椰蓉 今天用這三樣材料來做一個糖果 那些核桃已經攤凍了 現在就開始硬爛它 剛才是用上下火120度 將核桃焗了半小時 攤凍它之後就可以略為壓碎了 除了核桃 也可以用蟲子仁或者杏仁都可以 這些椰棗我剛才是拿去蒸了10分鐘 因為椰棗的種類很多 有些是比較軟的 我今次買到這隻是比較實一點的 所以就是拿去蒸了10分鐘 讓它軟身一點 這樣就可以剪碎它 將弄碎的椰棗加進核桃碎裡 用攪拌機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未試過用攪拌機來攪椰棗 然後將核桃和椰棗混合 然後將椰棗搓成一個圓球 每顆大約15克重 如果你喜歡的話 做大顆或小顆也可以 如果不想每顆都搓 也可以用保鮮紙包著 把它壓成一片 如果有些適用的模具 放在模具上壓就更好 壓好之後將地器切開一份份就可以了 差不多完成了 灑椰蓉在椰棗的表面 我在漢培用品店買了這兩種包裝紙回來 複製這隻包長形的椰棗核桃糖 大家如果有更漂亮的包裝方法 用你們的更漂亮的包裝方法都可以 我買了這一個包裝 擦一個蠅 然後是金色的這隻 金沙的籽 還有他們的包裝 很簡單 很像包雲吞般包滿 一粒自家製的金沙 想漂亮點加多個紙托進去 做好了 先吃一粒 又好吃又健康的椰棗核桃 今年會不會出現在你家的全盒 椰棗核桃做好之後 最好兩三天內吃完 不然就放在冰箱 一個星期內要吃完 希望各位喜歡今晚的椰棗核桃 我繼續吃糖 下次再見 拜拜